投包者是都是水吧,包头老竟然自荐出任西蒙新政府顾问,有目有搞错。 今日最无耻,包头老说他已经做好准备,自荐随时出任西蒙新政府顾问。 估计全世界都看傻眼了。 怎么这包头老连一点羞耻心都没有的?选前抛弃西蒙上了国阵的床。 选后又想回到西蒙怀抱。可以不要这么间隔吗? 你想回心转意,那是你自己一厢情愿好不好?西蒙最高领导层有说过接纳你吃回头草吗?有吗? 你要做招三目四,人尽可夫的潘金莲,那是你的事,西蒙里头可没人愿意当西蒙庆。死开了。 伊斯兰党的包头老,509选前跟西蒙翻脸靠向国阵,选后国阵倒台又想靠过来。 还自见要当西蒙新政府顾问。网民看了都忍不住挨探,真难顶这种自大狂。 他还以为他是谁啊?全世界都把他当成厕所旁边的臭草了,只有他还把自己当宝,滑脸。 看他频频对着西蒙领袖传颂的暧昧眼神,真是鸡皮疙瘩掉满地。 包头老的意思是说,西蒙里头最缺少的就是专业的伊斯兰宗教师,他担心在施政时可能缺乏对伊斯兰教义的尊重,忽略了根据伊斯兰教义指导来治理国家。 因此他自我推草,以他丰富的伊斯兰教知识和经验,能够协助西蒙政府不至于走错路。 我其实更想对他说,天底下的包头老千千万万如横和杀鼠,多你一个不算多,少你一个也没人发觉。 你就自求多福,自己保重,继续做你的阿拉大梦吧,马来西亚的人间不适合你低。 事实上,现在的马来西亚最需要的,是开明的穆斯林,以平和圆融的思想和包容心,让三大民族不分彼此共同为建设国家而努力,在国家的改革体制过程中,任何极端偏颇的宗教思想都应该丢一边去。 因此,伊斯兰请顾好自己最后的东海岸堡垒就是了,天天吃饱就念经睡觉就好,国家大事,你们十条铁咪。 文,张丹丹 文,张丹丹 文,张丹丹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